中央电视台 中央电视台观众朋友们 欢迎您收看第十二届全国运动会乒乓球单向 女子双打 四分之一的比赛 大家看到这两队选手呢 一队是来自辽宁的郭岳李嘉义 对来自解放军的周新彤和刘夕 我们来看一下双方第一局的比赛情况 这场比赛我还是和大家的老朋友 中国乒乓球队女队的教练 陈斌指导一起来为大家介绍比赛的情况 那么郭岳呢在这次比赛当中呢备受瞩目 因为在团体赛当中啊 对广西的比赛呢 他是突然受伤 颈部受伤 一直在调养休息 但是他的伤好像非常的重 经过了多方的这种 沟通协调 郭岳呢 最终还是选择呢参加这个女子双打的比赛 单打就放弃了 他一直有伤势了 陈斌 他的伤病已经很长时间了 就是说 最近一两年想得更为严重一些 一方面来说呢 训练的要求更高了 因为从备赛奥运会开始 训练的强度也在增大 自己呢 这种在技术上和训练上 对自己要求也比较高 所以产生了一些 一些伤病吧 老的伤病 一直困扰着他 那么郭岳呢 是咱们辽宁安山的选手 所以家乡父老队 他的期望 期望值也很高 你无论走到哪 大家都会说 郭岳还能不能继续坚持 代表辽宁 打这个拳运会 大家都非常希望他能打 而郭岳呢 也值得让人们尊敬 因为这位选手 在之前他已经伤得很重了 颈椎当时是 救护车把他拉走的 就是他动不了 带着脖套 就是一个运动员 从小训练的时候 你的技术动作环节 都要均衡一点 你比如说他的特点 就是正手好 可是他在训练正手的时候 花的时间比反手要多 所以也容易造成一些伤病 就是你的整个肌肉的 平衡训练要很重要 如果你平时正手 这边的力量用得多的话 那么你相反的肌肉 你也要加强辅助性的训练 如果你不加强辅助性的训练 你就会造成伤病 因为弱弱了嘛 这边 是 必须要均衡 特别是像我们乒乓球运动员 他是长期一只手直拍 另外一只手的肌肉训练 会少得很多 所以在日常的身体训练当中 也要加强一些 平衡的训练 你的整个肌肉的平衡 平衡均衡以后 你就不容易受伤 没错 所以你这个身体也得协调 刚才陈老师说的特别重要 因为看乒乓球运动员 好多人都脖子歪的 对 一走路要么把左肩搁前头 对 歪着走的 一个肩膀高 一个肩膀低 是 整个这个 他这个人的这种身材啊 什么的形象 我觉得也会受到影响 不端正 不平衡 那么来自解放军的 周新彤和刘希呢 这对选手呢 也很有特点 特别是周新彤 这次比赛表现得很耀眼 他是国家女二队的选手 打法是长焦 大家来关注一下 穿墨绿色上衣的直拍选手 周新彤 女子单打晋级到前八名 而根据 中国乒乓球的一贯的一个传统规定 就是在大型 全运会和全国锦标赛当中 单打 无论是谁 进入前八名 都将直接调入国家一队 而且在之前我也做了很多的调查 特别是对于这种打法上的研究 我发现就是说在女子方面 像周新彤这样打法 现在比例非常多 纯正焦没有了 但是长焦 结合正焦这种打法 大家来看 打得非常好 这位 吸球的是刘希 其实现在有很多业余选手打的是长焦 其实长焦在业余里面会很起作用 但是在专业里面就相对要差一些 其实周新彤最好的地方 他不是单一以长焦为主 但是他的正焦配合得非常好 所以说长焦并不可怕 但是可怕的是 他两面使用的这种导板的技术 运用得非常好 我们电视机前观众可以学习一下 看一看这个长焦的使用 其实也有很多爱打球的人很困惑 就是我始终摆脱不了长焦的这种 阴影 觉得长焦这个打法太怪异了 旋转摸不清 实际上长焦 对专业来讲 长焦是非常简单的 因为它有规律 你摸准了规律 他不仅仅是有规律 他没有攻击力 是 他攻击力不强 没有攻击力不强 和郭月配双打的这位选手呢 叫李嘉义 也是辽宁女队 非常培养的年轻选手 辽宁队呢 女队有个传统出左手 王楠 郭岳 常晨晨 全是左手 文家还有 文家 对 但他右手 绳派的这个打法呢 显得比较少 所以物以稀为贵 像李嘉义 他就能够和郭岳 形成这种双打的配合 郭岳和李嘉义第一局 我们稍后将继续跟您 带来第二局的比赛 好 观众朋友们 我们接着为您带来全英会 乒乓球女子双打 四分之一的决赛 是由郭岳 李嘉义 来自辽宁东道组的选手 对解放军的周星彤和刘夕 来看一下第二局 其实第一局好像郭岳和李嘉义 一个是调动的很快 再一个在落点上打的 再一个在落点上打的也比较开 对 显得非常主动 其实作为周星彤 其实作为周星彤来说 李嘉义跟周星彤都在国家二队 应该说长交是这样的 打得越多越熟悉 他的威胁就越小 其实第一局里面的李嘉义 对周星彤的球呢 还是掌握得非常好 无论是长交过来 或者反交 或者正交过来 都应对自如 现在就看 这一轮比赛的过程当中 郭岳对周星彤的球 应该是怎么样的 特别是郭岳的反手技术 能不能很有效的破坏掉周星彤的长交 郭岳可以说是 当今世界女子拼弹 女子双打这个项目当中 水平最高 成绩最好的选手 对 郭岳几乎是和谁配 都是拿冠军 一是郭岳的打法呢 他是以快速突出正手 又有很强的发球接发球 所以在双打当中呢 都能够充分的体现郭岳的技术优势 成长 你觉得郭岳打双打 就是他最大的优势 或者说最双打 理解最深的 做得最好的是什么地方 前三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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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争抢非常有威胁 有命中率 得分率也高 命中率也高 而且他在中台的跑动当中 范围很大 就是完全依靠他的正手能力 来进行全台的跑动 这种能力是一般女孩子没有的 在一个前三板的发抢 和接发抢这一板 比如说该他发球的时候 他的搭档先上手以后 然后他紧接着补这一板进攻的时候 这个是他非常棒的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 他的搭档发球以后 他自己上手的这个能力也很强 没错 另外我感觉就是郭岳 在双打当中 因为他一板球 他有一个提前的预判和抢位的 他的判断和预判 这种位置找的也是非常的准确 对 他的正手的这个动作 非常的合理协调 所以他在启动的时候 他你看 你看这球 一般的女孩 起出这个球的时候 但是启动 他比一般的女孩都好 第一个判断 他没有准确 第二次再启动的时候 他比一般的女孩要好 当然这个一个是天分 就是从小训练的一种模式 给他奠定的这样的基础 是 我们已经对郭岳做过一次统计 就是他在打9比9以后的关键球 对国外的选手近几年来 他的胜率是100% 这个概率是非常的 主要的原因就是他正手好 就是前三半 前三半好 发球好 发球好前三半好 就是说一旦关键时候 他的前三半的得分率非常高 然后 然后对手的这个球呢 前三半又阻止不了他 是 现在第二赛 郭岳和李嘉义 还是大比分领先 现在看来啊 这个李嘉义和郭岳配合的非常娴熟 就是李嘉义呢 能够 一是减少失误 第二个他的控制能力也比较强 能给郭岳创造机会 李嘉义比较稳 不怎么丢 那这点上 对于郭岳来讲就够了 郭岳完全可以在场上体现 他的这种变化 进攻 全面的一种双打的优势 但如果说郭岳要配一个 五位瘦很多 然后球很乱的 可能郭岳的他也会 对他来讲 就双打就很困难 这样郭岳李嘉义2比0领先 我们稍后将继续为您带来第三局的比赛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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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观众朋友们 我们接着为您带来 双方的第三局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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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从现在看就是解放军队的这位 这对年轻选手和郭岳 单纯从郭岳本人来讲这个双打的水平啊能力啊 还不能够放在同一个层面上 你觉得呢 对 还是有一定的差距 我觉得 郭岳的双打非常的突出 她 她的这种 跑动能力 在女子双打当中 因为女子技术相对都偏稳 她不是偏狠 就是打得好的队员相对都是因为技术比较稳定 对 所以跟她配对的时候也就是一稳一胸 这个结构是比较合理的 一加一稳 然后她越撒板 对 就是说 如果两个都比较稳的话 而且都比较把台的时候 这两个双打配对不一定是最合适的 是 而刘希和周欣彤 其实这对选手也很有特点 特别是周欣彤的长交和正交的倒板 很快 对 而且周欣彤的这种正交快速在台面上的 击打能力 进攻能力 包括相持都有一定的水平 就是说周欣彤的配对这一个 这一个选手一定要有刹板 就是一定要有一点速度 这种速度不仅仅是击球的速度 还有拉出的球速 这种质量要比较高 为什么这么说呢 就是说周欣彤他毕竟进攻的能力相对弱 他总是能跟打档创造进攻的机会 如果刘希的球慢 杀伤力不够强 这个威胁就体现不出来了 对 如果他的杀伤力强 哪怕你就一板球 就像周欣彤和春启配对一样 他就这一板球质量很高 也会达到很好的效果 现在目前凯南呢 刘希的球 慢了一点 球速也偏的软了一点 那女子双打的八强 加油 对阵呢就是上半区 木子和曹真 现在已经进入到了前四名 战胜了广东的吴杰和周芳芳 接下来呢是湖北的冯亚兰 饶敬文这对选手 战胜了北京的盛丹丹李天一 晋级到前四名 下半区就是您看到的郭岳李嘉义 对周欣彤和刘希 另外还有一对选手 丁宁和郭苑 郭燕来自北京的选手 对江苏的刘斐和范英 这两对选手 会在胜者会在半决赛当中相遇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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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男女单打呢 目前已经产生了全英会的前八名 男单呢 前八分别是马龙 王立琴 崔庆磊 来自河北的选手 对王浩解放军 山东的张继科 对解放军的樊振东 北京的延安 对上海的许欣 女单呢是前八名 丁宁 对山东的陈梦 辽宁的文家 对解放军的周欣彤 就是大家现在看到的 来自解放军的直拍正交接合 长交的这位选手 另外在下半区女单 有李小霞 山西的舞阳 北京的郭燕 对广东的刘诗文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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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接着来看双方的第三局比赛 现在比分是4比3 你看这周欣彤啊 其实他的球 就像当才陈斌指导给大家介绍 他球威胁其实挺大的 对 如果他要和郭岳配 对 他会应该说这个整个水平啊会提高一块 对 另外周欣彤你看他为什么他 我们的观众可以观察一下 就作为长交和正交这样的 保板的打法 他有一个特点他起手很高 他手抬的比较高在台面上拉手 所以整个球呢他显得不需要什么制造弧线 球还是有很大的威胁 普遍来说呢女子技术当中 对旋转的感觉和理解 对旋转的理解 和对旋转的调整来说要弱于男子 男子对旋转的这种调节水平要高于女子 可能是从小训练的这种 这种技术风格形成的吧 何止说是力量形成的 因为制造旋转它是需要一定的强力量来制造的 是的 现在郭岳和李嘉义来自东道主的选手 在这场比赛当中还是有一定的优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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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漂亮 这就是顾越的能力 她的阵手会在上升期高点下降期或者低点她都能拉 所以这一般的女孩子在这个能力上不如她 哎呦漂亮 刘希的反手台面上高点发力快丝 所以啊刘希必须打高点打快点这球的威胁你才能出来 如果你打慢点那个郭越退的中台再拉过去 那个周星彤在这一点上防的就很难防了 是的 这样东道主选手郭越和李嘉义3比0完胜了解放军的周星彤和刘希 顺利的晋级到了女子双打这个项目的四强 他们将和丁宁郭艳来自江苏的刘斐和范英的胜者 来争夺全运会乒乓球女子双打的决赛拳 好观众朋友们这场比赛先为您介绍到这儿 是由陈斌和杨颖解说的